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也作画和雕塑 他的建筑和都市规划理论都极具先驱性 他在家乡为父母修建La Maison Blanche 也就是白屋时才只有25岁 这是个革命性的设计 整个结构由四个柱子支撑 内部是些重量很轻的分隔墙 可以轻易拆除 重新布局 在某种程度上 白屋揭开了这位杰出建筑师的神秘面纱 你能感受到他的才能与天分 不过你也意识到 只有通过苦干 他才得以成为伟大的建筑师 也认为他能够成为伟大的建筑师 在1922年 勒科布西耶与堂弟Pierre Channard一起在巴黎开办了设计所 为了改善这座拥挤都市中居民的生活条件 他提出了一项邻礼规划 即建设一座设置于公园中以钢架与玻璃墓墙大楼为特色的城市 这个规划遭到否决 但不管怎样 许多地方后来都借鉴了他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 他设计的建筑 也成了世界各地建筑系学生的朝圣之地 他是位建筑大师 是当今明星建筑师的某种楷模 他在世界舞台上工作 寻求舆论的支持 他设计的东西 我们现在会形容为尖锐 人们对他依然饶有兴趣 但是勒科布希耶的政治节操 给他的建筑成就 笼上了阴影 他于1930年加入法国籍 并参与极右势力阵营 他还曾在某委员会任职 为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勾结的 维希政权研究城市规划 在给母亲的信中 他曾写到 希特勒与维希的统治 会带来所谓的妙不可言的社会巨变 不过后来他离开了这一注定失败的政府 某些专家认为 勒科布希耶只是为了讨好当局 谋求佣金 杰出建筑的修造 取决于建筑士与富人和当权者的紧密关系 哪怕后者甚至有着不道德的背景 勒科布希耶绝不是深爱此道的第一人 他意识到 要让自己的想法得以实践 就必须去建立这些关系 他愿意为斯大林工作 还给摩索里尼写信 恳求面谈 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城市规划理念方面 能够做出贡献 尽管这些不胜光彩的政治联系 祖国还是给了勒科布希耶很高的荣誉 石瑞朗纸壁上就印着勒科布希耶的头像 街道与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的作品具有开拓精神 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疑会继续令人爱恨交加